台中市的花东及自强新村的新建家屋 在年前办公的落成 就等着相关当会的点交 居民就可以住住 而利用20号的休假期间 在头目的好周下 居民就自发性的打扫 要准备欢喜迎接新家 也希望摆脱过去部落肮脏破旧的形象 来让新的家屋环境可以更美丽 寒流来袭还飘着某某的戏剧 依然挡不住太平自强新村 住住期待的心情 这一天在头目的好周下 顶着寒风信雨整理环境 希望部落可以挥别过去 迎向崭新的家居 生活让我们周遭的生活品质可以提升 不要让人家一昧地认为 就是原住民就是喝酒打架 然后就是生活水平不是很高 大家分工合作 把落叶跟垃圾扫得一干二净 期待接下来的入住点交 台中市原民会人员 罩着清单一项一项跟住户确诊 等了二十多年 自强新村的住户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在大家的协助下 有了自己的家 四十九户的住住点交 台中市原民会分成四题词办理 依照消防 照明跟水电等细项 来逐一与住户点交确证 不少住户期盼了二十多年 拿到房子的钥匙耐克 心情就像是中了乐透一样 也期待开始规划自己的房子 因为我有一个儿子 然后他可能会回来住 所以说我想要 虽然说十四平应该是 可以隔两个房间这样子 然后那个厨房的话 我也想要用那个披风的方式 就是说不要用钉死的方式 就是把它简烈的把它挡一下 因为在小孩的心中 他们就说 我们就是在自强新村长大的小孩 那未来自强新村的小孩 跟花东新村的小孩 能继续延期下去 我们之前这样子大家合作 然后共同团结的心 一起去把社区做活络起来 自强新村的头目强调 交屋程序会在这个月内完成 之后就会明确公布 与政府慈祭相关单位 所订定的部落公决 希望住户能够共同来遵守 让部落文化能在这个地方 生根传承 这里这样台中采访不到 多久不见就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